脑部结束之后 我们来讲讲中枢神经的另外一个区域叫脊髓 我在下面画了这个绿色的结构 是脊椎骨 是骨头 它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骨骼这边有很大的空腔 在这边 这才是脊髓的位置 那我把脊髓放大来 所谓的灰直跟白直 灰直反而在里面 颜色比较深的在里面 像个蝴蝶一般画得点丑 这是灰直 颜色比较深 是灰直 所以在脊髓来讲 跟脑刚好不一样 它是灰直在内 白直在外 细胞本体主要在里面的灰直 也就是水直 外面的白直才是纤维的位置 那这是脊髓 里面有神经可以存续蓄成反射 然后中间有个中央管 在中间这边 这个中央管是个管道 这个管道在正中间 它其实就是从之前的这个脑 脑的脑势第1第2跟第3第4脑势 一路往下就到脊髓了 所以这个脑势的这个管道 一路通到脊髓的末端 所以脊髓中间 你以为看到一个中央管 就是让脑脊髓也可以流到脊髓的 好我们来看这个中央管在这个地方 圈子这个就是中央管 好那我现在画这个构造 就是灰直颜色比较深 是很像蝴蝶 这是蝴蝶的前次 这是蝴蝶的后次对吧 可是我们不会叫它蝴蝶前次后次 又不是真的昆虫 我们给它一个名称 这个灰直上面这边是在背部 这边是背哦 我们叫它背脚 没问题吧 它是一个凸起来的脚 它位于背部 所以叫背脚 那像这一个呢 在腹部突起来的 大就叫腹脚 好背脚 腹脚有了 那往外突出来 这一根是突出来的 这个东西叫背根 这边有一根叫腹根 背根跟腹根 不是中枢神经系统 这是中枢 背根跟腹根 是由脊髓长出来的神经术 所以从背根往外 都是周边或叫周围神经系统 所以这条红线就是以此为界 中枢跟周边神经系统的差别 好可是名称各位要记得 这是背脚 这是腹脚 这是背根 这是腹根 背脚腹脚属于中枢神经系统 脊髓的微值 背根跟腹根属于周边神经系统的神经术 其中背根这边还有宏大的构造 叫做背根神经结 腹根就没有 好我们就以这个图来把它讲清楚说明白 这个图太重要了 我们以前说感觉神经接受讯息 会把讯息送到中枢 然后由运动神经输出 产生运动产生反应 这就是感觉神经 感觉神经元是不是单极神经 一个神经本体突出一根 然后前后分叉 你看这就是感觉神经的样子 一根 好那这边往内传递传递 这个就是传递的讯号 好接下来他会把讯息交给了这个神经元 这个神经元整个神经元本体都跟图起物 全部都在中枢 他叫做联络神经元或叫中间神经元 他全部都在中枢里 好联络神经元呢 再把讯息交给下面这个神经 这个神经就往外传了 这个神经就是运动神经元 运动 好感觉 联络运动 不就是我们以前学过的反射弧吗 好 各位要记得是这三种神经元 感觉神经元 中间神经元 或叫联络神经元 跟最后一个运动神经元 他们的本体位置 好了 把本体圈给大家看 先看感觉神经元的本体在这 感觉神经元的本体 是位于周边 但是联络神经元的本体 及运动神经元的本体 都在中枢 都在中枢 好 那我们以前曾经讲过一个观念 在神经系统当中 只要是神经本体 聚集的位置 不是叫神经节 要不就叫和 或叫做归子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像这个联络神经元的本体 在这边 运动神经元本体在这边 它是位于灰子 对 灰子就是本体聚集的地方 好 那如果这个不是在脊髓 而在脑呢 在脑的话 这些神经本体聚集的位置 不是叫灰子 像大脑的灰子 大脑的皮子就是灰子 要不然就叫做和 而和我们目前还没学到 但是我可以丢几个议题 比如说眼脑中不是有呼吸神经 呼吸中枢吗 呼吸中枢就有好几个神经核 呼吸神经核 这些核就是神经本体聚集的位置 在表面叫灰子 在里面的核 在里面本体聚集的位置 就叫神经核 中枢神经是这样的 但是周围神经的细胞本体聚集的地方 就叫神经节 好这个感觉神经圆的神经节在这里 好多个哦 像我这边只画一颗 可能有第二颗 拉过来 可能有第三颗 拉过来 好几个嘛 好那这么多的神经本体聚在这里 空间很大就蓬大了 因为纤维很细 但本体很大 所以这个构造放了好多本体 它自然就会蓬大 所以在解播上可以看到 贝根有蓬大的构造 它就是贝根神经节 而这个贝根神经节 就是感觉神经元本体聚集的位置 它刚好位于贝根 所以叫贝根神经节 好所以这个图我们看到了 贝根神经节是感觉神经元 本体聚集的位置 灰子是联络神经元 跟运动神经元聚集的位置 我们讲更细 联络神经元的本体聚集 在灰子中的背脚 运动神经元本体聚集在 脊髓灰子中的腹脚 所以背脚跟腹脚 就相当于是灰子的一部分 它就是细胞本体聚集的位置 好那我们刚刚讲 贝根是感觉神经输入 传进来嘛 所以贝根又叫感觉根 负责把感觉讯息 送进中枢的叫感觉根 负责讯息input输入中枢 而下面这个负根只往外传 负根它就是运动跟负责把讯息output 往外传 output往外传输出 好以上脊髓跟附近的脊神经的局部区域 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的结构 各位这样结构要熟悉哦 因为我们接下来就要讲神经的反射弧 就用这个图讲 感觉神经如何输入给中间神经 中间神经通过走土 土处传给运动神经 运动神经就往下传 好 目前为止各位这个图看懂了吗 它就是中枢神经的脊髓 它的灰子跟白子 就是那个蝴蝶是灰子 包含背脚顾脚 以及周边神经的背根腹根 它们各自有各自的性质 好如果大家这个图OK的 我要把它擦掉了 我们要画更细的东西 请记得这个图是简化 每个神经源都有速度跟走土 那这边全部都是 看你换个颜色 以感觉神经来讲 这边其实都是走土 走土甚至有那个水窍包起来 甚至有水窍包起来 因为它真正的 它真正的速度在横末端 比如说好过端 好这个分支 这边才是速度 好的 那这边都走土 走土就传给连动神经员 那连动神经员的速度呢 我发现这个图没有画 所以我画一段给大家看 它的速度是比较短的分支 好就传 这个就是走土 图处 这是图处一个 然后到这个就交给运动神经员 运动神经员一样有速度 所以这些图 速度常常会省略不画 所以常常就一个歪形 然后给它就要往下传 但事实上这些速度都懒得画 其实是有速度的 轴图传给速度 这个地方就是图处 轴图传给速度 就是图处 好所以各位你们看 这样子的反射 有看到它的图处有几个吗 这是一号 这是二号 这个反射弧叫双图处反射 总共有两个图处 所以叫双图处反射 多了一个三图处反射 这个两图处再少一个 就叫单图处反射 人体最简单的反射 就是单图处反射 如何执行 就是没有联络神经员 这个感觉神经员 直接交给运动神经员 就只会出现一个图处 所以我们之后在吸调反射 那你会看到 好所以总统可以看到 整个反射弧 看你有几个图处 可以分成双图处反射 单图处反射 或是多突出反射都可能 好我们就把脊髓的 大概解剖结构 就说明到这里了 给大家看实际上的切片 这就是中央倒水管 这就是灰子 你看颜色是不是很深 都是本体的位置 旁边打斜线的都是白子 都是纤维在走 都是随壳围 这是那个纤维 白子主要是神经纤维 这就是脊髓的横切片 所以已经小块了 你说这就是